大家好,我叫刘文涛,来自三溪延泉 我有12年的工作经历 丰富的社会经验 从事了5年的销售工作经验 善于辩论 善于辩论 对,悦人无数 在这十几年的工作里面 让我认识到了自己适合做什么 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是想真正地找到自己一份 是与就是简师之类的一个工作 其次是销售 希望在这里真正地能遇到我的伯乐 让我的优点发光发脸 谢谢大家 你面试简师和销售 你说你擅长辩论 这个谁敢招你 跟学员辩论 跟客户辩论 就是我喜欢与人谈心 就是各种 谈心是谈心 你别说辩论 你辩论的话 你这让人太害怕了 没事就辩论 对,那叫沟通 你今年三十岁 九零的 你这肚子可不像九零后 这是从小就比较 最瘦的时候 他肚子也有瘦不下去 为什么是中专学历 你九零后 这么年轻 这个中专专学历呢 也是我初中不读的时候 爸妈为了就是你还太小嘛 出来不知道能干什么 前列要求我学的中专学历 对,这个我是学习 就是当时走入了黑洞吧 我看你的简历上面写 你做过董事长助理 对 是做什么企业的 企业家的助理 是做我们单地 没老板的一个 董事长 没老板 对 做没老板的助理 每天都干些啥呀 他当时就是 开着两家酒店 就是什么都做 酒店 有了什么问题了 我这边要及时发现 或者是 他对外面的一些 跟其他人的一些交流 沟通 也负责开车吗 对,开车负责 没老板开什么车 他的话就是做A8 很低调的一个人 也就是你做得很杂 还包括一些 平时的一些生活所 所以也是 对,并不是简单 单从一方面的工作 那你能说说 你在做董事长助理的期间 处理过什么难题没有 就是在这几年里面 让我真正的 懂得的是 就是人际交往 因为当时接触的人 比较杂 真正不是说处理 哪些杂事 哪些难事 而是真正的是 跟他们 就是为人处事 查阳观色 那你干嘛不做了呢 想真正的出来发展一下 你做董事长助理的时候 多少钱一个月 工资是两千 那倒是不高 对,做下来 但是说就是其他收入下来 差不多五千块钱 后来你出来做了什么 出来我就做了销售 销售什么 保健品一类 大部分是电销多一点 第一个月进去做的销光 拿到一万七 那比原来工资高多了 做助理 那做得这么好 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呢 因为进去半个月 专寻吧 我现在做的一些东西 让我总结出来 就是不踏实 治不了病 有点骗人的感觉 小伙子还是有正义感的 结婚了吗 小伙子 结了 有孩子吗 有 也就是说你一直漂泊在外 孩子都在老家 对对 孩子多大了 孩子14年了 那也有六七岁了 对 那你这次面试 是不是要回老家 不是 还在外面漂 事先真正的找到一份 适合自己的工作 说能长期 要是能真正的长期 发展下来的话 我希望是把孩子带回 但是说为什么说 我先选择讲师呢 因为就是说 我喜欢那种 给大家分享的这种感觉 然后让他们能学到这些东西 销售的话 因为让我一直感觉 工作了这么几年 让我感觉不长久 不踏实 我觉得他有个特点 你发现没有 他说话没有那个 矛头小伙子很操的那种感觉 他还挺稳重的 你要不要跟我随便来分享个什么 看看你有没有讲师的前置 我工作了12年 每到一家企业 不论是做的时间长与短 我总会在那边 就是说得到一大部分人认可我 或者是我的创造能力特别强 也就是说包括我的说话 说服力都比较认可 也说得明白 大家也都能听得懂 所以说我不懂 没有真正的存实过 这个简释是什么 没有那个华丽的文采 但是说我感觉我 要是说就经过一些简单的培训 我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看来你还是要从销售做起 将来有可能成为这样子 你要求薪资多少 销售的话我底薪是7000 你上一份保健品的工作底薪是多少 3000 我认可我的实力 你认可你的实力 但你上次3000突然之间加了4000 所以说我为什么在那边都干不长时间 我建议你稍微调低一点 调到5K 第一轮选择去 来 接下来我们进五天生活也三次 大家之所以灭灯我知道有原因 觉得可能跟自己的产品气质不太匹配 对吧 好准 但是但是我有一种经验 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些 曾经跟过一些传统企业老大的人 他的情商很高 做有些事情非常历练 那还有可能是因为他情商不高 被开掉的 来 我们来考一下情商 三题 工作中不可避免和领导发生争吵 但是如果发生争吵之后 领导当面停止你的工作 还放出狠话 说不要你了 你该怎么办 我当时会很冷静 会给他一段时间考虑 给我一段时间也得考虑 也就是说工作当中 肯定会避免不了发生争吵的 但是说在伺候 他的情绪冷静下来呢 我会跟他心平气和地谈 如果说是 也就是说谈一下 是谁对谁错 如果他错了呢 他错了 我会说 可能是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 我有点顶撞你了 然后呢 如果他还不要你 还会给他几天时间 我还会去找他 其实他情商可以的 对 是的 文涛我觉得就是你做过那个董事长助理 我觉得这方面 他情绪控制挺好 对 而且你能够换位思考 你知道怎么让人冷静下来 我在面对这个事儿 看看你是不是 那个刚才情绪激动了 这点挺棒的 然后把你的业务能力也好呀 沟通呈现的案例也好 讲出来会给你有加分 咱们来展现一个销售行为好不好 把斯凯乐的衣服 卖给朱家音 就告诉你一个特点吧 防水透气 他来了 你好 您这边是想买一件户外衣服是吗 就溜的就走到这儿了 那你是肯定是有这个想法才会来这边是吧 反正就看看呗 你喜欢是喜欢哪方面的话 你是喜欢什么样的 我这边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就看了logo还行 其实我平常我爱运动 我这边可以先给你介绍几款产品 你是想看了解高端一点的 还是说咱们死运行一点是吧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我就想穿的独一无二 跟谁都不一样 独一无二是吧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这款产品 然后这边您看 您看要是说合适吗 对您这边的衣服 你也没说啥 你知道合不合适 我也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衣服 不知道这个产品 其实文桃我觉得还不是衣服的事 其实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你刚才你的优点在哪里呢 就是前面的场景设计你是有的 而且你的亲和力很好 你会跟他人家去很平和地去聊天 拉近距离 但是带路感确实没有 告诉你特点防水透气 也没有说用这个特点来跟他讲 包括他穿上这种衣服的感觉 你没有去表达 我想说一下 就是可能是这方面 我当时是电销的多一点 都是通过一线客户 然后发展了一种客户 你那个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职场问题 哦 好 来 一家企业每年过节的时候 都会给大家开一个固定的年终奖 但是说公司亏损 老板呢出不起晚年的那个年终奖 他想得到的是 我既给了员工扫的年终奖 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该怎么做呢 我做出来一个想法 老板快到过年的时候 他说明情况 由于公司经营不善 导致亏损 员工要进行裁员部分 这样的话 每个员工的关注点 他就不会在这个 说我要得到多少年终奖 他考虑的是工作会不会保得住 但是说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董事长开了个大会 公司亏损 不是不在大家 所以说公司 不会进行一个裁员 但是说呢 在这个年终奖的情况下 公司会给大家奖办 希望大家能接受 明年咱们迎来更好的一个状态 这个不是一个老段子吗 我老早就看过去老段子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老段 通过降低期望值的方式 与员工打交道 我跟你讲 你跟这帮老狐狸讲这样的故事 大家只能觉得你很幼稚 我们想知道的是 这个招是你想出来的 还是你经过的 还是你从别的地方看来的 我喜欢看 是看来的是吧 对对对看来的 不是你想出来的是吧 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 你想想他90后 初中毕业 对不对 他能琢磨这个事 对 其实挺好 你怎么能以你们的阅历 来衡量他的阅历 他在90后啊 我是忍不住说 就是我不会给你这道题 加任何分的 我会认为你琢磨的这种 雕虫小技干嘛呢 你为什么你想做销售也好 你为什么不去琢磨你 一你可以琢磨你自己的发展 下一步怎么走 然后第二步你可以琢磨一些销售的事 而且你也不是做能力资源工作的 你为什么琢磨这件事呢 当然你平时琢磨也就罢了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作为展示的环节 就这一个 你为什么要分享这件事 他拿出来讲 能够增加你希望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我喜欢研究每个人的想法 看他们怎么想 然后我怎么会让他 他有点难以切齿 我从他的角度来想 他之所以展现出这事 就想告诉你 我平时 我也是花时间在思考的 我也是会琢磨一点 还算比较高级的事 你想想他为什么要应聘 销售和培训师 在你的心目当中 一定认为培训师 比销售高级 对 对吧 你就是说话 是说 培训师比销售看上去 更有文采 更有知识 对 包括他一上台就说 我辩论不错 其实他是用错词了 他想说是我交流不错 但他用了辩论 他时时刻刻就 他怕大家看不起自己 怕大家认为自己 一直做销售底藏 所以他就想抖点书袋子 就是你们非就得说破 说人家雕虫小鸡 说人家不上台面 我是想说 我们不一定是说要苛责他 但是我们一定是 对每一个选手 有基于你 你的这个情况的期待的 那如果是你 你是一个资深的销售 可能我们就希望 你展现出你的技能 你们如果是真的 要他们展现技能 如果增花的后半段话 我是同意的 就是如果你要 展受销售技能 那你就展现出你的 这个进行销售演绎 但是类似于雕虫小技 和这个刚才叶子龙说那话 就明显体现出了 你们自己的优越感 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说我上来的这个 才艺展示 也许说是我走偏 为什么说选这个 说就想韩萨摄影 带出一些东西来 没带出来 你现在面试到这个环节 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在这么多年 我准结了我的一句话 很适合我的人生 那句话就是所谓的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月人无数不如民思子路 民思子路不如自己去悟 自己去悟不如神仙帮助 也就是说我呢 文化水平很低 但是说我确实是 我敢说我的月人 包括我的 当你很认认真真地 在展现这个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其实在社会上 有很多 类似于像他这样的 年轻朋友们 其实是渴望知识的 但是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结果他们更多地 言传到了一些江湖知识 但这些江湖知识呢 你要是真的能够误得清楚 而不停留在那个表面上 就像今天曾华说 你展现这个 如果能够跟销售结合起来 可能就更好 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 说实话 我是真正地想找到 一位我的民思 找给我一个 真正地适合我的岗位 是让我残期地发展下去的 你现在首先要改变 你脑海当中那一套 什么自己去误 什么先人指路 很简单 就是简简单单的 一个一个工作技巧去沉淀 你的薪资还能往下再调一些吗 不能 不能 来 第二轮选择去扣了 以后呢 多读一些实践性的书 把肚子剪掉 对 真的是 你还年轻 你才三十岁 总体我对你印象挺好的 你也应该能吃口 好不好 谢谢你 下次准备好了再来 你也认识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接下来我会好好地学习吧 弥补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还是认定 我要辞职以后 做我的一件事 和相对方面发展